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又到了每月用什麼的時候 不知為什麼三月我的購物肉非常旺盛不停買東西 所以今天有很多不同種類的產品可以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廢話不多說,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 首先要分享的東西是今天唯一不是新入手 但用了一段時間後,我還是決定跟大家分享我的用後感 Esta Lauda Micro Essence 這支眉精華原生液是暢銷大熱產品 應該大家沒用過都看過 200ml是貨裝,原價要885元 我是等到SOGO FANS FOR WEEK買一送一的時候才寫得入手 當時覺得自己撿到寶 用了半支大約一個多月左右 是沒有任何感覺的 我知道很多朋友用完之後覺得毛孔細緻了,少了出暗瘡 但可能因為我沒有這兩個問題 所以在我身上真的沒有太大的感受 的確它的質地很水狀,很舒服的 有一點精華感,但不會厚重 也是很清爽,很容易被皮膚吸收 吸收完可以感覺到一個不錯的保濕感 但除此之外,用了一段時間 我都不見自己皮膚有很大的改善 膚質有很強的提升 所以就要看需要了 如果你是毛孔粗大 或者生理期前會生一些小暗瘡的話 聽說用它是看到效果的 但如果同樣都是乾肌 沒有上述問題的話 它是一支不錯的保濕 Toner 不用太大期待 而說起買一送一,這陣子真的有很多優惠 最新入手的有它 Canvas的玫瑰碎面面膜 當你看到這條影片的時候 買一送一已經結束了 如果你不想錯過這麼好的優惠 記得追蹤我的IG 因為通常我自己買完就會放上網 燒了大家一份 沒理由得我一個花錢的 這次Canvas買一送一多flexible 因為它不需要買兩個相同的產品 你可以選擇其他產品 純粹是如果價值比較高就要補充 如果它比較低就自己試一點 所以我買了一個sleeping mask 以及另外一個保濕面膜 保濕面膜我買了這一支 不過未用未給大家用後感 今天主要想說的就是這一款sleeping mask 我在IG問了大家意見反應都很正面 所以果斷入手 它的質感是很滑的 不需要塗得很厚 一會兒你會看到它完全吸收了 Canvas這個奧桃玫瑰系列的味道是很香的 它香得來有一種青芽脫俗的玫瑰原味 不是搶後 不是弓鼻的感覺 是很舒服的 然後功效方面 第二天一起來就會感受到油滑 水潤和飽滿 你不會覺得自己被迫一晚 有塵油有塵膜的感覺是很舒服的 所以我真的蠻喜歡 而且買一送一實在太划算了 現在就是它完全吸收了 還有一點點在 所以大家真的不需要擔心 一點都不會貼枕頭 貼皮鋪的 我敷了大約15分鐘左右 手背整個提亮了 叫大家留意我的IG 當然不只是Canvas買一送一 這個月還有Caudalie燒到大家含不含 但是臉書上次影片分享了 今天就不說了 我要說的是唇膏 沒錯 Bobbi Brown的唇膏都有買一送一 它又是很flexible 可以混合不同系列 這款是油絲亮澤唇膏 色號是Afternoon Tea 它的顏色是很漂亮的 那種玫瑰烏龍奶茶色 這樣就可以看到它是有光澤感的 我今天的唇膏就是塗了這一支 它是不挑膚色 任何人塗都會漂亮的顏色 然後顯色度很高 很飽和 它的感覺是很絲滑 完全不會有沉膜 或者是張住嘴巴 還有它不會卡死皮 不會卡在一些聞道 不過也沒有修飾唇紋的能力 我自己覺得它的持久度一般 是會印到唇印在這裡 所以也會印到在口罩 吃完東西喝完水都要補一補 但是它的顏色很有元氣的感覺 畫出來很容易賞色 我也是很喜歡 然後右管這一支 就是油絲營亮唇膏 我的色號是Claret 塗在上面這裡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偏紅一點的 這個是剛才的Afternoon Tea 然後Claret它的光澤感真的強很多 我射了剛才的顏色 然後塗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款一樣很顯色 但是比較之下 它就沒有剛才那款那麼飽和 那麼實色 有一點點透亮感 然後唇紋怪一定喜歡它 它有修飾唇紋的能力 你看下去不需要塗膏 都有juicy的感覺 持久度方面 一樣都是會印到唇膏出來的 所以它也是會傳送到口罩那裡的 一樣是要補妝的唇膏來的 但是在買一送一的情況下 我真的覺得很划算 唯一百多元支 划算買過開架唇膏 分享完這麼開心的戰利品 其實今個月也買了一件東西 不是那麼喜歡用的 說的就是這支粉底 我在Sephora買的 牌子就是It Cosmetics 剛剛新推出的 Your Skin But Better Foundation & Skin Care 用的色號是31號 Medium Neutral 它是非常滑 很延伸性 剛剛上臉的效果不錯 它的遮瑕度屬於中等 然後很容易推開 做到均勻膚色的效果 然後之後用量不需要多 少少一噴 絕對足夠全臉 但是它會暗沉 半天之後你會看到自己的臉色 越來越沉之餘 是凸顯毛孔 我真的很少用到粉底 會焗到我都看到一粒粒的毛孔出來 平時已經算是毛孔不粗大的人 都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就知道它有多焗 而且也試過有一兩次 我下妝後臉是有點癢的 所以可能它的Skin Care效果 我在香港的潮濕天氣底下 就不太適合了 近鏡給大家看看 現在是上妝大約三個小時的狀態 已經可以看到毛孔非常明顯的話 我真的一般的這個粉底 還有剛才塗在手的粉底 大家看到旁邊已經暗了 我支噴新的 給你們看一下色差 是超白和超暗 很明顯的分別 我第一次用它的時候 晚上臨落妝照的 看一看真的被自己嚇到 整個人印堂發黑 好像全天不知經歷了什麼 總之就有一種混濕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要長時間用它 在潮濕天氣下 連我乾肌都搞不定的話 油肌混合肌都應該不會特別喜歡 但是買回來的話 我都會繼續用的 就短時間 兩三個小時 貨幣都能頂到的 其實化妝品不止那麼少 不過我想留在 GET READY WITH ME的時候分享 所以現在就要講一講 生活用品 今個月我買了兩條底褲 很想跟大家分享 它們是來自68的 樣子就非常普通 一條灰色的底褲 但裡面就會有少少特別 因為這裡是加厚了的棉 反轉給大家看看 這個是前面 後面 它們家後面 複開範圍會不一樣 所以流量多的日子 我會選這一條 流量沒有那麼多的日子 我就會穿這一條 它們兩條一套賣99塊 好像非常方便 因為我從小到大 晚上睡覺都好像打工夫一樣 極度容易漏M 完全用幾長的衛生巾都沒有用 自從我發現了生理褲 M巾褲褲之後 就愛不適守 不過那個就沒有那麼環保 始終不斷換不斷扔 接著我最近看到有這一款褲 買了回來 完全解決了環保的問題 它是無得替換 所以在衛生問題 我就不會日常用了 我就很怕會上升 但是晚上睡一覺 是非常非常方便和安全 特意買灰色 它是有黑色的 我想知道會不會滲出來 所以就買了淺色一點 發現是安全 沒有問題 大家儘管可以去試一下 真的非常非常好 而且它又不貴 其實我是買過外國的牌子 那個也好用 但是那個要二百多元一條 現在是99元有兩條 各位姊妹 Go ahead 接著下來 就到C-line環節 今個月我買了一些廚具 非常漂亮 全部日本製都是40元左右 是不是超可愛 然後帶的這個有深度 是可以放一些有醬汁的菜 後面寫著Made in Japan 如果沒有記錯 這個是28元左右 我還買了一個比較大的碟 這個是另一間廠 但是都是寫著日本製的 我是有次經過將軍澳 不知道popcorn還是將軍澳中心 總之附近有一間叫做入系生活的店 進去之後出不回來 還要當天買滿五百元有九折 是很多很漂亮的廚具 除了買這堆之外 我還買了幾隻碗 然後買了一個清酒石 放在長洲 因為很划算 它是有清酒壺 再加四隻杯 都是218 折完之後 200元也不用 所以大家明白嗎 平時買一隻清酒杯 都可以過百元的時候 我就買得很開心 很想跟大家分享 這隻碟真的超美 來到今個月要分享的最後一件產品 我打算出片前自己去掃貨 因為真的很怕大家買完 我沒得買 就是這一罐的鴨血 它的名字叫做阿俊斯麻辣鴨血 大家可以先夾一夾圖 在香港想吃到鴨血的話 很容易就可以在超市街市買到豆腐包裝那種 但口感和味道我都覺得一般 然後合裝的鴨血冬粉、鴨血寬粉 比較貼近台灣口味 不過裡面只有4-5塊 再加上少許的粉 不夠飽 都賣5-60元 所以當我發現在日本城 找到這一罐的鴨血 裡面有12-3塊左右 正常size 是滑滑滑滑果凍形 真的是台灣那款 再加上麻辣湯底 都是賣49.9而已 是不是超划算 它的辣度是中辣的 所以我自己吃不到 我要加水 可以變成一個麻辣湯 加一些芋絲 加一些鍋筍 淮山 豆腐 完全成為了麻辣湯底 可以吃火鍋 是非常滿足的 因為平日吃4-5塊 到後不到費 最後一塊 會捨不得放進口 這個完全滿足了 想吃鴨血的肉 我還是不贊它 因為很怕自己買不回 還有另一款是大腸 叫做五間長王 總之兩個倒在一起 然後就變成了台灣的麻辣火鍋 是很棒的 大家加油去買 加油去搶 好了 今天這次3月用什麼 真的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不同種類的產品 我買得開心 說得開心 希望你們都會看得開心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喜歡我的分享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 我每個禮拜都Upload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新 和星期日更新 12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這幾條片 我的頭髮變得很順滑 3月的時候我電直了 現在非常容易打理 洗完頭吹完頭 大致已經是這樣的情況 純粹是用了十幾二十秒 把髮尾捲一捲進去 就可以出街 為什麼不在影片裡分享 是因為我不知道電了什麼 我交給Anson去打色 他就幫我變成了這麼漂亮的瘦法 有光澤 然後很滑 我是很開心的 對 很想告訴大家 我整理一下 top 11的瘦法 幫你甩壁 容許配 可以順滑 寶貝